美南新闻集团将于2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在美南新闻大楼广场举办第22届国际农历新年园游会 原游会将号召各族裔社区参与展现多元文化并宣扬中国传统节庆 精彩的舞台表演节目也以大致底定媲美国际艺术节 各类美食 娱乐 商业和音乐展摊打造多元文化盛会 有着规模最盛大的亚洲新年庆典 The Largest Asian New Year Celebration美誉 每年都收到众多当地机构和商家赞助 获得社区一致好评 今年比照去年将在美南新闻大楼广场举行 并动员各族裔社区投入盛会 让民众体验不同以往的多元化文化盛宴 为庆祝农历狗年旺旺吉祥 今年新年园游会特别设计 红和白两色的狗年园游会T恤 上头印有可爱的狗年迹象物和美南新闻的logo搭配 非常应景 一件12元 购买一套两件特价18元已有民众提前预购 届时也会在园游会上贩卖 另外园游会筹备会也策划快闪活动 增加节庆氛围也炒热节庆活动 李伟华表示 这次活动照例会有全程录影 活动将会汇集成新年过年特别节目 保证精彩绝伦 舞台表演相当国际化 超过30个舞台节目 分为中华文化和国际两大性质 到时出有大型舞龙舞师功夫表演 传统中国艺术 肚皮舞也有各族裔舞蹈和武术表演 国际时尚秀 旗袍秀等世界舞蹈音乐表演 同时也有各国年节小吃美食与文化性游戏 摇滚音乐表演等摊位 同时还包括抽奖活动 振脱出浓浓的过年气氛 希望提升各国国家形象 推广多元文化 为在活动来临前暖场 炒热气氛 将在2月22日下午6时至晚间8时 与董事长李伟华宅邸 举办kick off party 欢迎民众扫描美南微信粉丝团公众号 关注就可抽红包赢现金大奖